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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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太郎 你违章超速驾驶 这个月你已经抓了我几十次了 少抓我一次不行吗 那你就少点违反交通规则 以为我想抓你嘛 抓你多累啊 回归驾驶 法嫂青青草原一个月 可那些小羊也违章啊 小羊在哪儿 包包大人 给您商量一件事行吗 说 说 包包大人 我再也不敢了 只要你不罚我 这些零食都给你 灰太郎 你得羞辱我 陪我打手去 灰太郎 儿子的食物呢 儿子在发伤 要的是食物 不是要羊毛 放心吧老婆 我一定会把儿子的食物 给讨回来的 从哪里跌倒 我就从哪里爬起来 它是我的 草饼也是我的 不转心开车 开车还吃东西 罚你打扫青青草原一个月 我只是在睡觉没开 除非交出 烂羊羊 看来罚你得多打扫一个月了 等等 烂羊羊 你还是不诚实啊 这是我的全部夹到了 放过我吧 好吧 这次就放过你 我的零食啊 好 超速 违章驾驶 把你打扫青青草原一个月 嘿嘿嘿 包包大人 我驾驶技术一向这么好 绝对不会超速的 是你的遥控车超速驾驶 不是吧 我说包包大人 遥控车怎么会超速的呢 那你是不服本大人的判决了 把你打扫青青草原两个月 快去 远方啊 远方啊 念在你是初犯 没收驾驶工具就算了 包包大人 快给我啊 啊 小心 村长一定会为你们主持公道的 谁欺负你们了 我来帮你们主持公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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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这么大了 做了的还不承认 以后你不许欺负小动物 谁这么大胆 损毁我英明神物的形象 啊 啊 我一定 要把凶手捉到 哦 竟然有人敢冒充包包大人 不过这好像挺好玩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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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速把你打扫草原一个月 不想打扫是不是啊 不打扫也可以 那就没收你的驾驶工具吧 无证价实 烦你打扫青青草原一个月 不想打扫也可以 交出你的棒棒糖 难道是 棒棒大人 好 谁有此理 就是你们损坏我的名声 快快 让我抓到你们就重重的惩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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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谢谢你啊 朋友 那就跟我回狼宝报答我吧 是 是灰太狼 味道还不错啊 红太狼 你是吃不了我的 用得着那么嚣张吗 好好看住小羊 我先去睡一会儿 在哪里 在哪里 好了 小羊 呃 我先去睡个了 我先去睡 Sometimes IA 見 unst ل 乱用垃圾 不用装了 就知道你会来救戏洋洋的 小羊们 你们真是叫而不善啊 这头套还挺结实的嘛 灰太狼你在干什么 宝宝大人 灰太狼就是伪装你的那只毒物 你看地下的头套 请听我解释 还想抵赖 我一定会回来的 畅速 罚你打扫一个月 好 是不是不想打扫 除非你放小羊们一个月的假 是羊羊 你连我都敢捉弄 罚你抽出一百遍 村长 我再也不敢了 每天都饿 也不敢了 恍惚 这岁月蓝群把我坠补 也当做游戏一场 这什么时间都爱开心 笑容都会悲响 只算会晒得 占据起来永远不会沉伤 在岁月天气 拥有加量大小的力量 虽然我只是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